来 汤来到 好 老梁 一蓝呢 太太跟我说 就当没看见 你啊 倒真实上 你这一句话 就把一妈给卖了 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我也是 买忙活一场 再见 阿姨 我吃好了 我先出几下啊 我也吃饱了啊 我走 阿姨 慢慢来吧 已经进步了 你们好准备 你拿上房吧 也是啊 吃吧 嗯 打上 来来来 是 是 好 好 这不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吗 是啊 梅姐姐 你之前不是说给我也多一个吗 忘了忘了 真是对不起啊 威尔 最近一团糟也没顾上 回家就给你补 没事的 你有空再说吧 我回来上网一查呀 现在这个多肉 已经都成了白领的新宠了 梅里 梅姐 你是学室内设计的 异曲同工 发挥你的优势啊 要不干脆把卫生做起来 你可以主打那个私人定制多肉 多好啊 品质上有保证 价格还能自定 算了 还是算了吧 多肉其实挺娇嫩的 要花很多时间去养护 你现在带着端端 哪有那么多时间 没关系的 有我呢 蔡姐也能帮忙啊 如果你同意的话 你看 我这个阳光房就可以做养护基地了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在家呀 好好地做设计 装盆 发货 都有我负责 我也可以出一份力 梅姐姐 你在网上展示就行 销量我都给你包了 最近我们罗经理啊 正在让我跟踪大礼包配置 我可以把你的多肉放进去啊 不比那些鲜花强多了 而且你这是专门设计的 每对夫妇都是不一样的 我想啊 那些准新娘 肯定是喜欢的不要不要的 真没想到啊 这威儿做经理的助理没白做 那是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好吧 这话不是什么好话 谢谢 谢谢你们 我知道你们在帮我 大姐 下礼拜我就把那套公寓啊 正式过过给好业的父母了啊 这么说你认准小孩了 认准了 小孩确实喜欢我 你呢 虽然有时候 逃得有点不像话 但确实是 越来越离不开了 这国庆 你非在今天这会儿 在我这儿晒幸福是吗 你是想弃死你这可怜的老姐姐吗 没有啊 大姐 你明明知道我家现在的情况 马上四分五裂 你明明知道大成现在快成丧家之权了 你 大姐 我 嗯 嗯 我小姨父让我在不惊度其他人的情况下 把您和我妈都叫到书房里去 你小姨父好人啊 她这么做 可能是想撮合我和你妈吧 我觉得也是 这个 那个张宝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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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张宝 你不用替他道歉 有些事啊 不是说去三个宫就能原谅的 不是 那个首先我谢谢妹 那个不是 不是 什么弟妹妹夫 谢谢你 哥哥 这不情意领了 姐 姐夫 他可马上就不是你姐夫了 嗯 姐 未来前姐夫 你们误会了 我鞠躬 主要是为了托缝梅里和端端 还在那坐坐坐坐 还搞那么隆重 好好好 来来 我这个案子 怎么着也得判个两年吧 在里边就顾上他们了 到时候可能叫麻烦姐 和未来前姐夫 帮我多照顾他们点 梅里呢 她准备回老家 所以 回什么老家呀 这小姨身体又不好 张宝 我都想好了 是这么打算 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把端端还有梅里 都一起接到家里来 对对对 那个端端她和我有缘嘛 你不在的时候 我帮你把它培养成男子汉气概 你还真能吹 张某 有话就说 姐 事到如今我就不瞒你了啊 我在里边这段日子 估计我妈妈咪就走了 到时候料理后事的事情 就麻烦你多帮你点眉里了 那怎么回事啊 张某您跟我说清楚啊 是是是 这怎么回事 对不起姐 一直瞒着你 其实妈咪得的是脑瘤晚期 已经没得知了 天哪 怎么会这样的 怎么会这样的 你怎么 什么时候的事 怎么不早跟我们说呀 是 你千万别怪我们 对不起姐 那也是怕给你添麻烦 你也知道妈妈咪跟美里那个个性 自尊心强 最怕的就是麻烦自己家里人 我知道 我也是 我自己也是这样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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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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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别跟美美说啊 你说了她也被打我了 张某你放心姐 不会跟她说的 谢谢你啊 张某 否则我就该遗憾终生了 咱们这样 小姨小姨不再见 再见 姐呢 姐呢 姐刚才给我跟威尔发信息了 她说不想看见姐夫那个虚伪的嘴脸 所以不跟咱打招呼的 我 哎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们三个打算联手作为商了 专门定制多肉 我负责设计 姐负责养护 威尔负责销售 小姨快 姨啊 赶紧上楼收拾东西 跟妈回趟老家 朱姨能回来吗 带上书包就行 怎么了 干什么事了 姐姐上楼 走 你说这俩孩子 心里得扛多少事啊 是我这个姐姐不合格 你别太自责了 不知者不为过 那行吧 我先上楼收拾东西了 等着 让她跟你一块去 好好好 好什么好啊 妈 您是知道的 我跟妈妈 哎呀 你看看你这个人 你就自当带了一个骡子 让她帮你拖点东西啊 妈 我要是骡子 那您成熟了 身份证在身上吗 在在在在 在那儿 那赶紧上楼订票 好好好 我跟你说啊 那个上回小好送来的那些东丛夏草啊 林芝啊 人芯啊 都是大补的 给你小姨拿去 谢谢妈 哎呦 咱们您儿俩还客气什么呀 这些东西救了你 但能挺口气呀 哎呀 你来呢 我记得 你二十年都没回过家了吧 哎呀 这回回去啊 抽时间 拜计拜计您妈 嗯 那有些话呢 说出来 再查看 行啦 去啊 嗯 行啦 嗯 行啦 去啊 嗯 你们找谁呀 哦 哦 姨父您好 我是依蓝啊 哦 依蓝啊 是依蓝 是依蓝 你看这院长得漂亮了啊 这是 嗯 大成是 对对对我大成 你好你好 嗯 这是我们的女儿依依 哦 快叫依老爷 依依啊 依老爷好 你好你好 你看她长这么高了 哎 快进来快进来 你看我都糊涂了 快来快来快来 快进来 小姨 小姨 一蓝吧 嗯 小姨 一蓝 小姨 是我 小姨眼睛看不见了 一蓝 好孩子 不哭 她不哭 不哭 小姨对不起 我知道她太晚了 我 我都不哭了 她不哭了 你 我要怪美丽没有告诉你 是小姨不让她说 你一个人撑着一大家族 我们没有方杀女生 怎么能再给你添麻烦 我不会怪妹妹的 咱们现在这么生肥 都是我造成的 小姨对不起 我欠你一个大大的道歉 对不起 别这么说 别这么说 因为我妈和外婆家的矛盾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拒绝你的好意 你一定怪我了吧 我怎么能怪你 小姨也有走得不斗的地方 您做得挺好的 都是我的问题 都怪我原来太任性了 傻孩子 别这么说 一来 做什么事情 不能太求全了 特别是我们女人 不能太要强 你看我跟你们 任死灵儿不服输 你看到头来 你妈死缠着你爸 结果她先走了 我呢 什么事情 都要清理清为 早早地把自己的身体给透空了 所以啊 所以啊 女人可以拼 但一定要俏拼 不能满感 要给自己留余地 明白 小姨 您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明白 等有机会 把这些话 也说给美丽婷婷 她也跟你一样 是个倔脾气 好 还有 我现在这个样子啊 不要告诉美丽和孟儿 他们已经够忙够累的了 我听美丽说 你最近忘了她很多 小姨 小姨在这儿谢谢你 小姨 您别这么客气 美丽也为我做了不少的事情 这就好 你们俩是姨姐妹 应该是最亲的亲人了 您放心 从今以后 我会像照顾父亲一样 对待姨父 像对待亲妹妹一样 去照顾美丽 太好了 好孩子 小姨 不哭不哭 小姨 不哭不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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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 姨父 请消纳 这 这我可不能有 我们家孟儿啊 每个月啊 给我汇三万块钱 两万五是买进口药的 五千块钱是营养费 够了 怪不她妹夫当了黑客呢 是什么 你可怜可怜我吗 好吗 什么情况 一来临进门的时候 专门交代我 如果您不收这个卡 就把我留下来刺花了 你会做饭呢 还是会打扫房间 我会吃饭 还会祸害房间 姨父 你可好好的 认真仔细想好了啊 是收下卡 还是收下我 不过我 不过我声明一下啊 你这个卡里边用不完的钱 我是会退给你的 随你了 随你了 密码是 12345671嘛 聪明 小姨父 聪明 姨父 哪来聪明的 我是这里数一数二的 中学特级数学老师 你晓得吧 我晓得晓得 晓得 一来给我说话 我早就晓得了 姨姨 妈妈小的时候烦了 就过到这儿来看看 为什么心情不好 因为外婆外婆吗 对啊 他们总打架 而且是真打 每次都打得头破血流的 那外婆为什么不离婚啊 因为放不下 外婆总觉得付出了 就得有回报 妈妈跟外婆也挺像的 有时候也很偏执 二十二年前 我发誓要离开这个地方 一辈子也不再回来 那你为什么 还要带我回来啊 为了祭奠外婆 您来的时候 奶奶特意提醒我 该说的话必须要说 这样心里才敞亮 所以妈妈 必须要告别过去 才带你来这儿 姨姨 你知道吗 带着愤怒去生活 是体会不到真正快乐的 所以妈妈必须要学会放下 对对对 不干什么事 一定要学会放下啊 能离我们远点吗 我真跟女儿说话呢 好好好 怎么没听懂呢 没关系的 妈妈 妈妈也是糊涂了二十多年 直到做了家庭主妇 才慢慢明白 妈 我外婆叫什么名字 李玉珍 那姨婆呢 李玉玲 李玉珍 李玉玲 你们这天人都好贤惠啊 你太调皮了 不许调侃长辈的名字 孩子 不许没有礼貌啊 那是妈妈长辈 对 我外婆的墓碑在哪儿啊 你外婆这一辈子 活得带别去吗 她希望下一辈子 能活得海阔天空 所以我遵照她的遗愿 把她的骨灰 撒到了大海里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我居然不知道啊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呀 那是因为你从来都没问过我 对不起 李玉珍 我叫王依依 是宜兰的女儿 我这辈子 会活得海阔天空 乖婆 您听到了吗 我叫王依依 是宜兰的女儿 这辈子 我会活得海阔天空 妈 对不起 我养了一个疯丫头 我养了一个疯丫头 您吓坏了吧 尊敬的老叶母 您放心吧 你这外孙女优秀的呢 有我的遗传精英把着 不会疯了 你好吗 你好吗 你这群的大 студ 你们看我的疯狼 你怎么会这么说 你怎么结束 你怎么结束呢 你怎么结束呢 我相信我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知道你 我帮你送到了 我得上班去了 伯伯 晚上我来接你啊 阿叔 你先不要走 等我一会儿好不好 什么事啊 就两分钟 各位同事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个人 谁呀 跟我来就知道了 这么神啊 神秘啊 来来来来 走吧 来来来 当当当当 我给大家笼罩地介绍一下 这位魅力无人党 迷死人不偿命的酷帅大叔 就是我好味儿的老公 马国庆 不用那么心态好不好 我老公呢 可是货真价实的投行CEO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威儿也是二次上岗了 还请大家多多地包涵 威儿热情聪明 肯努力也不怕苦 他能再回来 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 谢谢 谢谢诸位了 谢谢你啊 罗经理 开诚布公意味着心胸坦荡 您的附加条件 看来有些多余了 只有方位杜鉴 才能放置结尾绳枝吧 行了 拉下手 就当很好了 来 端端妈 咱们翻篇了 翻篇了 谢谢 谢谢亲爱的 你干吗 你干吗呀你们俩 端端妈说三男女花穿上来 那是组团打游戏 我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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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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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俩作为两位 英雄又伟大的母亲 你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误会了 误会了端端爸 误会 误会 这游戏 你说 你说 我就说嘛不可能嘛 姐和姐不来了 走 她们一家三口回了趟老家 妈妈咪的事姐也知道了 怎么会突然回老家呢 前天你在姐那儿跟姐说什么了 我没说我什么都没说 那为什么突然回趟老家 会不会是阿姨的主意啊 我估计她是想让她们一家三口 重温一下天文之恶 回去吧那 我以前 一直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可是当我亲眼听到 一一在大庭广众之下 把我给殊死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这么多年我为了挣钱 其实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 姐你千万别这么说 你事业做得那么成功 你从小到大说的偶像 好 谢谢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 我肯定不会把老同志 把她经历堆放在事业上 我会兼顾家庭 哪怕把公司开小 可是没理 你现在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端端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陪伴着她 可能在事业上有所缺憾 但是作为一个母亲 我想今后你一定是不会后悔的 但是太仓促了 我们俩都是月光族 当全职妈妈还是需要有一定实力 可是姐可以帮你啊 不不不不不 姐你已经帮我好多了 我跟张某我们俩都想好了 我们俩把房子卖了 那不行 这房子是你和张某安身立命的根本 但是 我们俩亏空确实是有点大 我妈那要费 然后 还有信用卡投资 还有张某爸妈在外边帮我们背的外债 她现在这官司最后有可能还是要赔钱 可是这些钱对于姐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不用不用真的钱 我可不想手短嘴软 我还想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轻轻松松 坦坦荡荡的 莉莉啊 小姨有话让我转告你 小姨说呀 反正不能 要求得太完美 女人不能太要强 她和我妈就是前车之鉴 我妈一直死缠着我爸 可好话还是她先走了 小姨呢 小姨呢 要强了一辈子 却把自己的身体掏空 美丽 小姨还说 女人可以拼 但是一定要巧拼 不能太用心 能给自己留余地 小姨呢 对小姨呢 没有 看 不错 后退后退后退 为什么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你丫头可骑到我身上来了 哎呦呜呜呜看见吗 你爸骂人家把钱给挣了 终于结束了 不玩了这就 这哥们公司老板突然回来了 班上打的呀 好 房不胜房啊 简直 但也比是我的员工啊 你什么表情啊 什么意思啊 姐夫 你知道你舍哪儿了吗 你微信微信 小心 没理说你辞职瞒她好久了 主要是怕她担心 其实我也可以不辞职 但是公司搬到天津自贸区之后 我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一趟 我实在是不放心 她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泪不舒服 她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 我实在是不放心 我这个出气筒不在 她发泄不出来 万一抑郁了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行了 大人了 张萌 考虑问题挺全面啊 也不是挺全面 我也没想到 这对口的工作这么难找 姐夫 你知道我姐 为什么能不直接 把书雅开了吗 因为我直接问过她 她说 公司的信誉 支撑着你们家 还有员工的生计 你的口碑影响着品牌价值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你这份再混蛋 你也是一一的爸爸 明天啊 你们公司要出大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必须一直站在我姐这边 不许对那姓舒的 有一丝一毫同情 听见没啊 没没 听了 听明白 听明白 姐 虽然我知道这婚呢 你是铁定要离了 但我觉得 我这未来请姐夫 也是挺冤枉嘛 你想想啊 这霸道总裁呢 是你让她当的 这女下属呢 是你给她安排的 出个差 被人灌酒醉了 女下属生不粗啊 那责任也不能全 推到我姐夫身上去 再说了 男人不犯点错 成长不起来 张宝 这话要不让梅里听见 小心她要抓换你的脸 我也是实话实说嘛 你还别说这丹丹 跟姐夫还真挺亲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 对你改变态度了吗 因为我们家 端端喜欢的人 差不到哪去 这还得试金石啊 好 姐 坐这儿 我坐后面 别人呀 你坐前面 愚人愚己都方便 那什么意思呀 我跟你说啊 我们家这是城乡结合部 路口一堆查黑车的 你要是坐前面的话呢 警察叔叔一看见呢 就知道有夫妻两口 就不查了 真的真的 你坐前面吧 这儿查黑车特多 行 走了 再见 拜拜 罗经理呀 你找我呀 对 交给你一个紧急任务 马上联系房产中介 我要找一个临街铺面 要多大的 最好跟我们这个一样吧 上下格局的 使用面积不少于五百平 咱们这个店刚开张 要是再换地方 是不是损失很大呀 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啊 联系方式留你的手机号码吧 这个星期 我们也别安排别的事了 除了找房子就是找房子 行 我知道了 去忙吧 那您先忙啊 喂 二叔啊 今晚就到北京是吧 那太好了 我这就安排小顾和您联系 对 住宿和街机都有她给您安排 对了 二叔 为了避嫌 咱们还是明天上午公司再见吧 好 明天见 明天啊 你们公司要出大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必须一直站在我姐这边 不许对那姓舒的 有一丝一毫童评 好 行者实业的舒老板今天晚上到 谈判约在明天上午十点 跟你说话呢 行 我一定站在你这边 说什么呢 没 没什么 舒老板 和我们舒总很熟吧 展会上见过几回 是的 电话交流比较多 那就奇怪了 和我们调查的资料有出入啊 出入 易总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并购流水线 解释一下吧 舒老板 您为什么和我们舒总 在一个后果本上啊 这 这 这 易总 你答应并购流水线 就是为了今天设计我吧 错 并购流水线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是你在设计王董 所谓香港的风头 是你故意请的拖对不对 对不起 王董 舒雅 不要再解释了 我为什么不要解释 我们又没有做错什么 我承认我每次是 关照了我二叔的工厂 可是他每次在订单报价上 都做出了最大的让步 是是是是 之所以做出最大的让步 那是因为易总卡的几年 反正我没有让公司受到损失 郁琴 这是行者实验目前的真实状况 处于歇业状态 是不是 舒老板 我实地考察过呀 舒雅 能说这是怎么回事吗 有订单就开业 没订单就歇业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况且除了行者实业之外 我对其他客户都是问心无愧的 这是易总离开以后 你所接管的大客户的名单 这些名单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公司大客户我都倒背如流了 可这里面付着付款金额 什么金额 你要的回扣啊 客户们都留着汇款凭证了 我不相信他们会出卖我 为什么不会 做业务的哪个不拿回扣 我不拿回扣他们都不踏实 你这些外领还是当着法国的面去解释吧 你要告诉我 除非把钱退给我 我要不能 身败名列加牢狱之灾 别别别别别 有事咱好好商量是吧 我商量商量商量 您没什么人做什么 别担心 看来我只有找个垫背的了 易总 您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 我要是把那些事全给抖了出来 王董就该跟我享受一样的待遇了 舒雅 你要干什么 没你的事啊 秦经理 麻烦带着舒老板出去门口转转 好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您就别问了 这不明摆着呢吗 能有什么好事啊 您那也真是的 这孩子是怎么教育的呀 过季来的孩子 咱也不能当牲口养啊 您说对吧 陈雨晴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这么损 不作不死 我 我 我 曾经怕过不想面对失恨 想要做的很多 怕错过的更多 曾经困惑 怎样才能快乐 想要为爱守候 却怕丢了自我 新的身份和这不一样的生活 我 忽然回首 一切都是值得 因为有你 因为你 转身只为靠近你 因为爱你 爱着你 感谢你一路牵着我的手 拥有你的 拥有你的 我不再挣扎 从此以后 不再害怕 一切已经足够 支撑我 向未来走 因为有你 因为你 转身只为靠近你 因为爱你 爱着你 感谢你一路牵着我的手 拥有你的 我不再挣扎 从此以后 不再害怕 以前的一路牵着走高 因为有你 因为你 转身只会靠近你 因为爱你 爱着你 感谢你一路牵着我的手 拥有你的我不再争承 从此以后不再害怕 以前的我已经走高 不再拥有你的手 不再爱你 仇恨的水